哈喽大家好,我是雲霸 收到无线手持吸尘器的霸厨 你应该会想到一个品牌 没有错,就是Dyson 这一次他们推出了一款 跟以往造型完全不同的新品 叫做Dyson Omni-Glide多项吸尘器 就在这边 我也是刚收到,全新未开箱 那它跟以往的枪柄造型完全不同 这是Dyson第一款搭载多项卵质碳纤维滚筒系统 是专门用来对付台湾常见的硬地板 那到底它跟之前的新一代的Dyson V11 或者是Digital Sling有什么不一样呢? 说真的我也很好奇,刚拿到而已 那我们就一起开箱吧,Let's go! 好,接着我们就来开箱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配件有什么 好,里面的配件包含Omini-Glide的主机 那二合一的缝隙清洁系头 以及桌面清洁系头 还有床定用的迷你电动系头 以及这一次全新的多项软质碳纤维滚筒系头 还有充电器 那配件啊,整个覆盖全家庭的生活场景的概念 那这一台是官网限定版的Omini-Glide Plus 那机身是金色的 那它还配备一个LED的缝隙清洁系头 这个是官网独家才有的版本 作为Dyson的老粉丝啊 这一次说到Dyson这一款新品 真的是非常兴奋 相较于前几次的单纯性能升级 这一次是真的全新大改版 你看它从外观上就整个不一样 改善了很多痛点 那它的握把从枪柄式改成这种直线式的握把 那传统的板机开关也变成按键开关 按一下你就可以直接一直吸 手不用一直扣着 那最重要的是不只是体积重量整个缩小 相较于新一代的Dyson V11来说 变得很小一只 那它的结构重心也下移到吸头 那你在清扫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省力 那也会适合女生或小朋友随手打扫 好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多项软质碳纤维滚筒系统来看 一直以来啊 Dyson被各家致敬的一般的碳纤维滚筒系统长这样 这个就是被大家一直致敬 从未被超越的一个滚筒系统 那很多家你应该看到市售很多的产品 都长这个样子 它的前端配置一个软质的碳纤维滚筒 那加上两侧有一个双向滚筒 让你可以前后拖拉进行清洁工作 那虽然大家也很习惯这样用也不错用 不过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只能前后移动 那如果你要换跑道啊 你就必须要提起来 换个位置再放下去 然后再继续推 那如果你懒一点啊 直接用拖的就会发出这样 咔咔咔的声音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一次的多项软质碳纤维滚筒系统 它就不一样了 它在下面啊 配备了四颗多项轮 这四颗多项轮 它原理有一点像行李箱的概念 能够进行360度的旋转 它可以完全不离开地面 不管你是要前推 后拉 侧转 或者是绕圈圈 都可以 甚至可以做出一些以前做不到的动作 比如说你要绕着桌角清洁啦 绕着墙角清洁啦 都不用把这个吸尘器拉起来 再放下去 那在整个清扫的过程中啊 会真的省力不少 而且它的高度也降得非常低 你看它的这个滚筒 可以直接这样压到这么低 只要你的家具的空隙啊 有高过8公分 那你的Omini Glide就可以整台升进去 然后去清洁里面的灰尘 那当它在运作的时候啊 前后两条软质碳纤维滚筒 它会一前一后的往内旋转 那利用离心力啊 把灰尘往中间甩 然后再透过强大的吸力 把灰尘通通吸干净 那这两个软质碳纤维的滚筒 还可以顺便帮地板的抛光 那你看相较于之前啊 它是两桶同时运作 它是单桶 那两桶同时运作啊 地板的抛光效果也会更好 那实际上我在我家的木地板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脚印 那自从用了Omini Glide之后啊 我发现我家的地板变得比较亮 而且它不只是移动灵活啊 我觉得Dyson这次把设计 改成一字型的设计啊 再加上这个多项滚轮吸头 也真的是会更方便 那以前的枪型握把 碰到打扫低处缝隙的时候啊 像是沙发下桌底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要握着枪柄 又要扣住板机你才有办法吸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子 手势就会有点卡 那你现在换成一字型握把 然后再加上按键开关 你这样子把手放下去的时候 在低处缝隙清洁就会更省力 有没有你从侧边看这样的手势啊 其实就轻松多了 这种小细节啊 真的是你要长期用 你才会有感觉 那只要你的家具下面的缝隙高于8公分 通通都可以轻松打扫 通通都可以伸进去 那当你清洁完之后啊 我们要倒垃圾的话 集成筒跟之前一样也是一件清道 你只要把这个延伸管拔下来 然后压着上面的红色按钮 这样压着 然后向下一推 它的这个集成筒就可以拿来让你倒垃圾 你就直接这样抖一抖 那它的集成筒就会干净了 那这个集成筒啊 其实也可以整个拔下来 这样剥一下 就可以整个拆下来 但是这个记得要用湿抹布擦一擦 然后这个双向滚筒 它也是可以整个拔下来直接水洗的 来拔给大家看 这个双向滚筒 直接这样子拔下来 整个可以拿去水洗 那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水洗 就是这个滤网 它是五层过滤的滤网 这个也可以拔下来去水洗 不过记得这一个东西 它一定要洗完之后要把它硬干 像我去年我家里就是在大扫除 急着要把它家里清干净 结果就没有把它硬干就直接拿出来用 那个臭味真的是跟袜子一样臭 这个是Dyson Omeglide它的清洁方式 这两个可以直接水洗 那这个建议用湿抹布来擦 至于主机本身它是不防水的 所以也建议大家不要碰到水 好再来是看到充电方式 Dyson Omeglide它的充电收纳方式 也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会额外送一个闭挂收纳架 那这一次它只有附了一个充电器 然后没有闭挂收纳架 因为啊 Dyson Omeglide它的重心直接在下面 所以它可以直接靠墙站着 比较方便 那它充电的方式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充电孔这么大一个 它的用意就是让你这样子 把这个充电器直接插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直接充电 那你在充电的时候啊 很多人的家里啊 可能是租的 那可能是学生 那你不方便打洞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机器 直接这样摆在地面上 直接充电 那整台这样子充 其实还蛮方便 你不用去钻墙 放在地上充 你也可以直接靠在墙壁上充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 更灵活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它的吸力 它的吸力一共有两档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电源 按一下电源 会自动启动到标准模式 那在电源模式啊 可以用在瓷砖啊 木地板这种材质 像我全家都是木地板 那我平常用这个吸力的模式就够了 那至于Mass啊 可以针对地毯 床垫这种深层超顽强的脏污 进行定点清洁 比如说像吸床垫 我就会建议用Mass 因为床垫毕竟比较厚 那你的皮屑啦 橙蚌啦 然后头发啦 都需要用Mass的模式 去把这些比较深层的Ugo把它带起来 那续航力的部分啊 在一般模式下我实测 大概可以用到20分钟左右 那至于Mass模式 我实测大概吸个床垫 差不多5到6分钟左右 电池它是可以拆换的 你可以看一下 压一下这边 然后电池就可以整个拿出来 有没有 也是模组化设计 好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Dyson的历代机种 那这是新一代的Dyson V11 Digital Slip 以及新出的Omini Glide 如果你现在要挑一款Dyson的吸尘器 我在这边给你一点建议 那规格表我就放在这边 那我在部落格上面 也会放这个规格比较表给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前两款的差异 其实是在重量跟吸力 以及续航力 那规格上 乍看最强的是Dyson的V11 那综合体验则不一定 那我自己用起来的感觉 考量的重点应该放在打扫的需求 重量以及价格 那我觉得扫除工作的时间 说长不长 但少说也要做个10分钟吧 那一台机器 其实重量多一点 10分钟真的会让你觉得拿得很厌世 那这一台V11 我觉得是重量它会是最重的 那再来是Digital Slim 那最轻的是Omini Glide Omini Glide 因为整体的结构不一样 它的重心在下面 那用法也不同 如果你家里是木地板或瓷砖 单纯以吸地板来讲 我觉得Omini Glide是综合体验最好的一款 因为它的重量最轻 拿起来最轻松 在移动方面也最灵活最方便 体积也很小 甚至你不用破坏墙面就可以靠墙充电 整个CP值是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租屋族啊 学生啊 或者是刚结婚的小家庭 那最适合小屏数 室内屏数大概低于20屏以内的空间 我觉得这样子是刚刚好 如果你家里是介于20屏到30屏之间 不只是硬地板 家里柜子又特多 Digital Slim我觉得会很适合 一样很轻巧吸力跟续航力都会更强一点 而且它附的这个LED啊 缝隙清洁吸头真的很方便 我去年也有开箱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是如果你家里是大屏数 超过30屏 或者是像南部那种透电处那样 那我就会推荐新一代的这个Dyson V11 新一代的Dyson V11 Dyson目前吸力最强大 续航力也最长的机种 这台V11一次充宝电 可以足足吸满一小时真的超猛 但是它的重量也真的会比较重 好 这边再补充一下 Omini Glide 它跟之前的V11 V10 Digital Slim 它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 像有人会问说 它这一次的吸头 它可不可以跟之前的机种互用 那实际上我看了一下 它的吸头 这一次是全新改版的 它这个吸头 是没有办法跟之前的版本互用 那每一款的新的吸头 都没有办法安装在旧的机种上面 那再来是这一次的Omini Glide 它的机身上面 没有比较清楚的显示面板 之前的机种 像Digital Slim V11 它都有这个 比较清楚的LED显示面板 那这一次它只有两个开关 充电的时候 下面会有个状态灯 那就这样子 好 以上是关于 这台Omini Glide的开箱心得 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 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 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管是Omini Glide V11 或者Digital Slim 那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